你可以把这个把它放到底下 其实就是在print这个下方 先怎么样呢 再来键资料库 键资料库的话呢 就是一个抗物件 SQLite里面有一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的话呢 有个叫Market 也许我这个名称叫Market 我把它键在不同的那个 键在那个不同的DB里面 也许我名称取作叫 Market OK 那这边的话 把它取叫Market OK 这边打Market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一样就是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Cursor 这个Cursor的话呢 实际上就执行那个SQL语言的 里面的话 当然我就create了一个table 如果它先把它drop掉 如果它存在的话 把它drop掉 名称的话 也许那个 DB的名称呢 也许我也叫 我看我这边云端上 我取一样一样的名称 也叫Market好了 OK Market 我叫Market01也可以啦 如果你有很多练习 我习惯 Market01 Market01 那至于那个栏位名称的话 你要叫 因为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的话呢 我在云端上是有把它重新命名 那如果你不想重新命名 你可以像之前一样 A B C D E 就有点像模拟 就有点像模拟那个Excel一样 反正你有几栏就给它几个栏位名称 它这样好处是你也不用特别去想什么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table给建立 所以建立资料表 建立资料库 那建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做什么 把我们下载的这一个 下载的这一个那个HTML的TXT里面 有没有 就是要 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做切割 OK 切割的话 这样是一笔 一笔的话 你不可能一次全部塞进 你要把它切割 那切割的话呢 就是按照它的空白部分 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 再分别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刚刚建的那五个栏位 我看干脆我把它把它放 换个名称 这边我把它 用这边的好了 Excel 我重新命名好了 我们就给它 比较正确的名称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试着去想想看 怎么样在把它资料 切完之后 丢到资料库里面 让它可以真的逐一放进去 那请各位试一下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去特别注意 我就第一个 我要先怎么样 把资料 刚刚我们是print它 print之后的话 那我在还没塞到资料库之前 我先把它 先做 把这个资料 做切割 Sprits 因为我要先把它怎么样 先塞到一个串列里面去 OK 那所以我要切到串列里面去的话 我要先知道一些讯息 所以我们也慢慢 这边底下先mark掉 先注解掉 那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先print它 然后呢 我知道说 这里面 我要切割的话呢 应该是有个换行 反斜线N 所以我就把它切割之后 放在list1 然后把那个list1 print出来看看 所以理论上 反正就是 先切第一次 再切第二次 然后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 看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下载了 然后呢 帮我按照什么呢 按照那个 就是换行的部分 做切割 不过切割完之后 我发现它真的已经把资料 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我list1里面去 可是问题来了 丢进去之后的话 我发现一个问题 后面怎么还多一个这个东西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有时候是反斜线N 那有一些呢 会有反斜线R 再反斜线N的情况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能就什么 切的时候呢 再多一个反斜线R 再一个反斜线N OK 这样的话切 然后先看一下 print看OK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呢 它的第零个 第零个就是它栏位名称 然后之后就是一比一比的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放到资料库 所以前面讲过了 这个我想之前都讲过 所以如果细节部分 请各位再看之前的资料库 最好是一定要熟练 如果说熟练之后 有些可能把它当范本 把它流程都一样 第一个建一个资料库 第二个 如果资料库存在 就把它删掉 再来的话呢 就建什么 建资料表 如果资料表存在 就把它删掉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重新 去建立一个那个 Market01好了 Market01的资料表 那里面的栏位名称 之前本来是ABCD 不过我觉得ABCD 好像感觉有点 有点不那么正式 所以慢慢的话 我们把它稍微看起来 正式一点点 所以给它正式一点名称 那再来的话 本来我们是里面放什么 放那个test 对不对 不过呢 因为日期的话 记得那个栏位名 那个形态的话 我用day time 否则的话 以后你要查询的话 比如说 你要用那个between 哪个日期之间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用那个day time OK 你就不能用test去查询 另外的话呢 平均单价 因为它有小数点 可能是多少.5 多少 应该 多少点多少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之前用integer 那这边的话 我们用double double的话 就是可以放小数点 不外乎就这四种 比较常用的形态 当然还有更多 不过其他更多 请各位就参照 网路上的资料 反正主要这四种 大概目前就够用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见了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给它 那有点像Excel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有点像开一个Excel 其实开一个Excel 你就把它想象成开一个 db一个资料库 然后它会开一个table table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工作标 然后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有没有 不过Excel好像感觉是西中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Python里面 就感觉就没有那么西中平常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要下语法 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人问说 那个Python到底跟以前Excel 哪有不一样 就一个是 全部都要下语法 那一个就是你只要用滑鼠键盘 点点就有了 OK 所以这个差别应该还蛮大的 那以后 变成说还是这没有办法 回不去了 以后你要自动化 你不可能说 就是因为点 用滑鼠键盘是人工的 人做的事情 那程式是 电脑会自己跑的 所以如果你要自动化 你就没有办法说 用滑鼠一直在那边点 你不可能说生产 产生一个机器人 每天在帮你在电脑前面 做那个点滑鼠键盘的动作 是也可以啦 可是太浪费了 你刚才写程式算了 你还把那个机器人设计出来 太麻烦了 所以现在所谓的机器人 其实有的时候 并不是真的产生一个人 一个看得到的实体的机器人 而是说写出一些自动化的程式 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应该就是 也就是所谓的 也可以称为机器人 不是真的把一个人 一个机器人变出来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再来做什么 做切割的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大概看一下 For I in range 那剔除掉第一个 有没有 第一个就零嘛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为什么 因为第一栏 第一个是刚刚看到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它的那个栏 栏名就去掉 不然你一塞进去 这个东西 第一个不要 所以跳过 有没有 所以就是For I in range 第一个开始 到它全部 总长度停下来 停下来就是 因为从零开始 所以跑到最后 它总长度 那个前面 那个就是它最后的 那个index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我们就把它分割 所以这个是 刚刚这个地方 是第一次分割 是分割它换行的地方 那再来就第二次分割 第二次分割 就是按照 它的斗点去分割 所以这边有个split 有没有 斗点 然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 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切割 这个list 把它print出来 看一下 所以第二次分割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先把那个 这个先mark取消掉 所以第一步 这个先把它 第二步的话 就是再把什么呢 再把那个 这个第二次分割的话 就是再把里面的斗点 给分割开来 有没有 所以一个一个 帮我切割开来 OK 但是会有个问题 前面这几栏 好像都没问题 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栏 奇怪 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看起来 就觉得很讨厌 当然如果不影响 你赛应OK 可是问题浪费空间 所以理论上 我们会需要什么 把那个第四栏 里面的东西 把它去掉 那去掉 你以前 当然你用滑鼠键排 还不可 所以这时候 你要想 程式该怎么写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去掉的话 好像我前面有写过 你只要在 切割完之后 针对那个 切割完的 那个串列 就是例子 二 里面的第几栏 这个是零 一 二 三 所以你就输入三 三等于 他自己本身 然后怎么样呢 用一个什么呢 点 Split 应该是 strip strip strip的话呢 第二就是去掉 去掉 去掉什么里面的 空白部分 OK 这个strip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要去掉东西 在这个栏里面的头跟尾的话 可以用strip 那如果说我今天空白不是在头跟尾 而在中间的话 那你可能要另外一个方法叫什么 有印象吗 前面好像有讲过 对用replace 对对对 反正就这两招啦 应该这两招都很够用了 里面因为你来的之下 有可能中间多一些东西 你要去掉的话 那你可以用replace 所以replace不管是在头跟尾中间 蛮常遇到的 像之前有遇到就是说 印象期望一直错一直错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不合法的资源 像里面可能有单引号 有双引号 有斜线 有minus 有什么的没的 那你就印象应该会失败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replace掉 如果没有replace掉 那就会出错 所以我就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去掉之后 再把它写回去 再把它列印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样 OK 我把它实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出现 把这个地方去掉了 OK 不过后面好像会有个问题 是什么 out of range 好像最后 因为我们换行 因为最后那个没有换行 所以会多一个 多一笔空白的资料 所以可能要把这边减一 或者它会超过 它的out of range 把它执行 底下没有 因为刚刚会 最后会多一笔 那如果你在读取最后一笔 会发生错误 那怎么办 把最后一笔剪掉 剪一 这样OK 所以请各位再试一下 就是一 我们刚刚就是切割的部分 做第一步 第一阶段切割 那切割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许就是建资料库 然后建资料库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再把资料做第二阶段切割 第二阶段切割的话 就是逗点切割 然后呢 再来就是要第三阶段 就是说呢 再把它串在一个list3里面 用insert into 我们用execute many 前面有讲过 execute many 因为里面的话 你比较好写入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切一下 各位看 试一下